常莉缺不了你 这我 我也是 不能缺了你 你也不能缺了我 对啊 那要不咱们结婚吧 真的 我也不小了 我也得为我的未来打算了 其实也给了一段时间 让你好好考虑 我知道 你一直在纠结 李局长说的那些话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 很难做到两全其美的 你又想让我 留在公司给你当帮手 又想让我成为你的妻子 我觉得 是挺难选的 不过 不过 如果你要问我的选择的话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走 走 去哪儿啊 去会议室 去会议室干吗 跟厂子里所有的人 所有的中层干部 还有我们那些朋友 我宣布 我们俩登记 这是喜事 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去哪儿 走 走 走 有两个好事 也是喜事 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个事就是跟公司有关系的 是个好事 第二个就是 我 我个人 我个人的 个人的一个好事 我不知道先想听哪个好事 个人的我 当然是您和公司有关系的事了 个人的事情 永远是放在后边的 好吧 澳大利亚的乳业公司的杰克黄先生啊 就是 受到我们的邀请之后的非常重视 而且他跟这个老刘都通了电话 说明天就飞过来 说视察咱们集团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时刻呀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啊 这就是公司的好事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心里有数就行了啊 我就说第二个 第二个好事 仲天 能不能等一下再说 不是 等什么 你要说 我说一样 不是 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 澳大利亚乳业集团 还有什么杰克黄 我都不知道啊 也没有人通知我 这个 这个我 我 我私下里边跟你说 既然咱们今天是开会 聊的就是两件事 咱们就先把一件事说清楚 萨尔娜 我 我还是宣布一下喜事吧 别扫兴 等 等会议之后 然后我再详细地跟你聊行 萨尔娜说得对 这个杰克黄 澳大利亚 大伙呢 都不知道 是不是在会上让大家了解一下情况 那什么 想了解情况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吧 就是啊 咱们那个跟黄加菲尔不合作了 不合作了 咱们现在要跟谁呢 跟那个澳大利亚乳业 杰克黄合作 我们跟那个黄加菲尔公司 跟了这么久 而且花了公司这么多 财力 物力 人力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这不以前就白干了吗 好吧 既然这个话题偏要 往这个上面聊 那我就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 这个之前我好像跟你 爷爷说过这方面的事 情况 这个是这个老刘签的线 这几天你不在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黄加菲尔集团呢 有点故意刁难我们了 他说要参加一个商务活动 把这个谈判呢 推迟了两个月 因为你们知道 咱们厂这个情况 因为等米下锅呀 很多职工 你要涨工资 还有你这个 各蒙奇这个乳业公司 他们都只 只先交了这个 这个首期款 后来我一想 我就决定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我准备甩了这个黄加菲尔 准备跟这个澳大利亚这个 乳业公司合作 就这么个情况 你要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厂子没办法进行下去 不是你有压力我们都清楚 可是我们跟黄加菲尔谈了这么久 对吧 历尽了千辛万苦 这好不容易要谈成了 这两个月的时间 你都不能等吗 再说了 这个什么澳大利亚乳业是吧 还有这个杰克黄 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是不是真的有实力 我们可以合作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你就这么草率地做这个决定 不合适吧 不是 莎总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没明白 你是说我介绍的这个朋友 是骗子呀 还是我本人是骗子呀 莎总啊 我可从来没得罪过你 我对你也是一直非常地尊重 那怎么我为咱们企业做点贡献 就成骗子了呢 怎么就成骗子了 老刘 我没有说你是骗子 我只是就事论事 黄加菲尔集团 我们谈了那么多次 彼此之间是知根知底的 它是国际上知名的乳品企业 你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 澳大利亚的什么乳约公司 还有这个什么杰克黄 我们了解吗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你别忘了 咱们是拿全场的未来 还有全场职工的利益做赌注 这样的话真的是 太草率你明白吗 可别丢了西瓜 假了芝麻 萨总 你这样是对我的不信任 这跟信任没关系 老刘 不是不信任你 关键是我们不信任这个 捷克黄啊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公司 关键是大家都不认识不熟悉 不信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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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这么决定 完全是为这个企业 为大家 我从来没有说 不考虑职工的利益 包括对你 我是要负这个责任 我希望这个轻易公司 能够能发展起来 能好起来 能壮大起来 我不希望在华加菲尔集团 这个树上吊死 我做这个有什么错呢 告诉我 你出发点没有错 但是这个决定太草率 我同意三十大的意见 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要核心团队投票决定 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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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么样 大家什么意见啊 起码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 是吧 每个人都可以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是不是到底是 跟哪个公司合作 关键是 什么投票票群 我是那公司老板 我做这个敌人 谁都改变不了 我做了 沙拉 沙拉不行 我去那里 沙拉 沙拉 我去那里 我去那里 你是要打算跟我结婚吗 什么意思 一个要打算跟我结婚的人 没有任何情感 就要动用所有的管理团队 要否决我 当着那么多人的变 没有理解 没有知识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一点尊重都没有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咱可不可以就事论事 这件事情 跟面子有关系吗 跟结婚有关系吗 有关系 一个要跟我结婚的人 现在人居然 共同语言都没有了 我要跟他结婚干什么 我不如不结这个婚 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 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 我可以干嘛要跟你结婚呢 那好呀 你去跟别人结婚呢 你去啊 我真的不会拦着你 你走啊 张婷 张婷 你过来过来 你过来 你愿意愿意跟我结婚 张婷 你告诉我你愿意愿意跟我结婚 你要愿意我马上娶你 我马上给你登记 你威胁我 我威胁你 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你说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马上给你登记 你愿不愿意 你说 张婷问你的 你说 好好好 点头了 你们也听着啊 我就娶张婷了 我就跟他结婚了 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我没想到 婚姻在你眼里 就是个儿子 那这样的婚 我不结也罢 不结就不结 对不起啊 我 我有点 我有点激动 有点不太冷静 我呢 有点不太大 我没有带你们 你再想和你寄 你才这辈子 没有带你 我 我 彼岛 我还让你记着 你欠我一条命 永远欠着 我告诉你 王仲天 欠你这条命 我一定会还 包括对你 我是要负这个责任的 我是那公司老板 我做这个敌人 谁都改变不了 一个要跟我结婚的人 居然共同语言都没有了 我要跟他结婚干什么 我不如不结这个婚 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 我可以干嘛要跟你结婚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说你莽撞 说你做事不留余地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仲天啊 说句老实话 从一开始 你罗老师就不看好 你们这段感情 我现在是心疼散人哪 太委屈这丫头了 根据我对她的了解 她肯定是选择留在青年 正是因为这个 我更担心啊 如果她选择留下 她就会变了 她会同一心默默支持你的 一心崇拜你的人 变成一个敢对你说不的 也有能力对你说不的人 本来这些话我不应该跟你说的 但是 你好自为之了 我真的很痛心 老罗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不是一直想说她吗 来了 来了 三十大 吃饭了吗 我 我正在饭愁晚上吃什么呢 你给我带好吃的了 我这刚才不路过吗 我知道你爱吃肉 给你买的风干牛肉和羊被子 这酒也是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今天我想喝点 我 进来吧 三十大你吃点东西就光喝 今天来的还不错 醉了 我上回喝醉好像还是跟 跟苏尝尝 就是那个宏高饲料厂的那个 天哪 那回把我喝的呀 你还记着我 我把你送回去的 你忘了吧 对呀 是你把我送回来的 而且我那天一口气 就喝了整整一瓶 我又要是不喝的话 那苏尝尝根本就不会撤速的 你还说了他们特别能装 喝不得拿个萝卜 还去他印章课 这些你都记得呢 我当然记得呢 你刚过的那么多别人干不了的事 那谁不记着呀 真的呀 那你说说看 赶紧夸一夸我 让我也骄傲骄傲 你这哪有自己让别人夸自己的呀 你做那么多好事 别人都知道就行了呗 那又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这夸人的话呀 就好像是天上的雨水 那鲜花要是没有雨水的浇灌 它怎么盛开呀 行 那我就当一把雨水 说服王霞他父母 这算一件事吧 没错 没错 来 慢点慢点啊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认为我干的 最牛的一件事 还有呢 李冰砸王仑天办公室 不在别人了 那个不算 太不上档次了 那个不算 当然不算了 那行行行 说服宋副市长 对吧 免除咱们七厂的债务 这算一个吧 嗯 还有你刚才说那个 苏厂长 嗯 对不对 还有沃玄 皇家费尔鲁业集团 这算吧 搞定周克南 开拓西北市场 等等等等 都算吧 我还真干过那么多事 特别多 对了还有 你到王仑天从橘子里 捞回来两次 你还记着不 啊 对 我这个 这个就当我没说 你当时就不应该救她 不应该把她捞出来 让她在橘子里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对吧 让她反省反省 是不是 沃玄娜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说错了 我自己我喝 我罚两杯我 沃玄 你真是个好人 为好人干一杯 干一杯 今天真的挺高兴的 三辣 不喝了咱行吗 你今天过来不就是陪我喝酒 让我开心的吗 咱们不是喝了吗 我没喝高兴的 你放手 来 那我喝 你放手 你放手啊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想喝了 谁也拦不住我 你笑什么呀 有什么可笑的 财神浪 你知道 你在我慕人心里 这么高的位置 不对 高得我都顾不到你 我认为你是 所有人 所有事你都能摆平 刚才刚垮完 你看你现在状态 我怎么了 我挺好的呀 另一面吗 对 让你失望了 失望了 没想到吧 我还有这一面 不喝就不喝吧 这茶都凉了 也没法喝 我给你倒是热的 不用了 茶都凉了 再续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人要走了 再留 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 你就是想劝我的呗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我觉得挺好的呀 真的 我今天来 压根也没想劝你 没想过 那挺好的 你又不想来劝我 我也没什么让你可劝的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你不用收拾了 饼子是我菜的 我自己可以收拾 还有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也可以解决 我说木人 你干吗要对我那么好呀 我跟你说没用的 就算我不跟王中天在一起 我也不会接受你 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只是想看看 好 你现在看到了 我没你想得那么好 刚才我说的话 已经够直接的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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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不能 我不能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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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你要问我的选择的话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和萨儿呢 真的成为一家 我必须改组你们的管理团队 真的没意思 我没想到 婚姻在你眼里 你就是个儿媳 是乎萨茜 是你 就在这里 是我 请进 请进 王总 你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跟我求婚 我特别开心 我回去就跟我家里人打电话了 我妈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从第一天进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王总多么多么的好 我妈也觉得 这么好的一个男人跟我求婚 我家里人都激动坏了 我感觉比我都激动 我知道 你说的那些话都是赌气的话 我不介意 如果你反悔了 你就说回你的话吧 我也不会恨您的 能被自己爱恋过的男人求过婚 我觉得非常幸福 这已经够我回忆一辈子的了 您千万别因为这件事情上火啊 你的血压高 如果因为这种小事上火的话 身体很危险的 一会儿我回去 回医务室我就给您冲杯菊花茶 给您降降火 您不用我心里去的 我 如果您不想跟我结婚 没关系 我也不会纠缠您 您 您放心吧 我没事 我先走了 王总 你真的要跟张婷结婚啊 你真的要跟张婷结婚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萨仁娜对你是什么心啊 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呀 咱们是一起进的这个厂 我原来什么样你最清楚了对吧 咱们风风雨雨地熬到今天不容易 出了多少事 要没有萨仁娜能有今天吗 哥 你别说了 也许王总有她的苦衷 她有什么苦衷啊 她有什么苦衷能让她这么做呀 她这么做就是万恩负义 谁让你过来的 我们哥俩在这儿聊天呢 你没必要在场 出去 你倒是说句话呀 大夫 你能不能说简单点 简单地说呢 就是您的爱人可能会四肢瘫痪 枕骨大孔区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个区域进行肿瘤手术 难度非常地大 风险也很高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慈良郑 王总 王总 咱们的保证金打不打 什么 什么保证金 就是那个影仓给你那个捷克黄 给他的保证金在打不打 不用不用 不用 우리够快了 这马上就打 别快不能打呀 那是个骗子 骗子 骗子 不是你不去看了说 带你参观不什么都有吗 什么 是 我是参观的 他画去固在地方 那是给我看的 骗子那是 我跟你说 王总 跟我一块做生意 有个张总知道吧 他管人要了二十万保证金 请上时间了 完了人家张总给他打电话 手机关机 张总找我来了 我给他打电话 手机也关机 王总啊 我们不能打钱哪 我说 我说他怎么一再要求 说先打保证金过去 王阿娃 骗子 骗子 不能打呀 你报告得真 真及时啊 要不那边财款 马上就打 打管了 不能打呀 真是 骗子怎么这么多 就是 骗子怎么这么多呢 骗子怎么这样 骗子怎么这么多 你也有400万保证金过去 这次是 你还有一500万保证金过去 你还有一000万保证金过去 你还行吧 要你还行吗 你还行吗 你还行吗 早上就你们一点 我 추가输入 你还要好 我现在就你还行吗 你要是什么 昨天三十大没来公司 你制作他在哪儿呢 不会照顾着我们的 手机不关机 不会出啥事吧 不会 这一点你放心吧 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减轻 也许是他想自己 让我们接一段时间吗 你放心好了 我第一次喝咖啡啊 这个都不知道放糖 更别提放奶了 所以那个喝起来那个 就跟喝我们国家中药一样 难喝 亲爱的吧 让我们打开窗口说两话 不必要再扰圈子 你会说中国话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 说中文的机会 另外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兵不厌诈 很有道理 带渔斯先生 您真是 您 您突然给我打电话 您说你来大青山了 就已经吓我一跳了 刚才您又开口这个 说中文 您 您 您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爸 我这次来大青山 是因为萨珊的小姐 是 萨珊的小姐回到北京 找到我 她告诉我你的遭遇 并做出了最诚恳的道歉 像你这样 很有干劲 有想法 但急于发展的年轻人 很容易被骗子拟 我对此表示同情 萨珊的小姐的诚恳 也感动了我 所以我今天和你坐在一起了 她在哪儿 萨珊的小姐说她很坏哀闷 她还要替你去看望一下 你的父母和儿子 虽然你的小动作 接连不断 让我 但不能理解 这就是生意 生意人都会有小动作 但你的小动作 的确比较高明 你们用外国公司 吸引了我们对你的关注 又把民放精神机构 拉进来 这也对我们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 带维斯先生啊 我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和萨珊分不开 她是我 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对此表示赞同 我很佩服你们 我很佩服你们 和一个破烂的小城 在很短时间里 变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企业 这种像坏洋的故事 在今天的中国 虽然很多很多 但我亲眼见到的 确实一般 不说废话吧 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愿意和你们进行 全面的合作 但有一个条件 在亲缘集团的 顾权配币上 民放机构的顾权 不得高于我们菲尔集团 为了萨珊分 成交 说得好 为了萨珊分 成交 老藤 来 王总 萨总长过来说一下 咱们亲缘公司啊 升级成亲缘集团的 相关首席已经批下来了 他打电话跟那个 秦末哥沟通了一下 市政府的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这么多年 亲缘做出了努力 十分肯定 就想表彰一下 建议呢 把这个表彰大会 和挂牌一事一起搞 你跟萨总见面了 没有 就是萨红打电话给我说的 他现在在哪儿 他没说 来说在那个相关资料呢 都已经交到证监会了 行 好 那 王总 你看 行 先忙吧 忙吧 那就准备准备挂牌认识 来 来 我说是 包篮 横幅什么的 都弄好了吧 一定要放好了 还有啊 请进 领导他们的车来了 赶紧过来通知我 我要过去亲自接他们 好 有任何问题过来找我 好 嗯 萨红打 谢谢你 干吗那么客气啊 我不是公司的首席总裁吗 做这些事情都是我分内的 你能回来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离开亲缘的 毕竟这也是我的梦想 对了 王总 表彰大会 还有这个接牌仪式 所有的流程我都交给老曹了 还有你的发言稿 你都看到了吗 对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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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那个公司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马上你也要有自己的新生活了 恭喜 领导门快来了 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好 谢谢大家的到来 感谢大家的到来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下面我们先请宋副市长讲话 同志们 今天那天气多好啊 你们看看 天那么蓝 云菜也那么白 是个好日子啊 我的话讲完了 怎么办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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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罗老师的病情怎么样了 不太好了 他也不肯到北京去做手术 说太浪明赤了 正是成立集团的大喜日子 要在他四肢堂房之前 出醒了